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 女性生殖到感染性疾病是威胁我国女性健康的第一杀手 患病率非常高 门诊患者约有一半的妇产科疾病患者 是因为炎症而来就诊的 可高达两个亿的患者 由于诊断的不准确 治疗不够彻底 又有约50%的患者会复发 生殖系统感染所造成的并发症也是很多的 如不孕不育 产科因感染而造成的胎膜爪魄早产等 宫颈癌的发生也是由于HPV病毒的感染而导致的 而我国宫颈癌的新发患者为15万每年 已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等 已经成为全球的重大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 包括有下生殖道的外阴阴道炎 宫颈炎和上生殖道的子宫内膜炎 输卵管炎 输卵管卵巢炎 盆腔腐膜炎 以及盆腔结地组织炎 下生殖道的炎症是最常见的 而上生殖道的感染90% 则是由于下生殖道的感染上行而来 导致炎症的病原体包括有多种微生物 如细菌 病毒 支援体 医援体 增菌及原虫等 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 在一些性生活紊乱 性病泛滥的国家中尤为多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 以前的一些传统的观念 逐渐地在发生改变 婚前性行为 多个性伴侣 未婚先孕等等诸如此类事情的增多 势必增加了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同时也增加了人工流产等手术的机会 一些性传播疾病 简称STD 也可以表现为生殖系统炎症 炎症可局限于一个部位 或多个部位同时受累 病情可轻可重 轻者没有症状 重者可引起败血症 甚至感染性休克 死亡等 感染性疾病的增多 对膨腔类的器官产生损伤 可使苏卵管粘连 堵塞导致不孕 女性生殖系统的炎症不仅危害患者本人 还会影响今后的生育 以及胎儿新生儿的发育生长 关乎到一个家庭的幸福 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涉及到这个题目 只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通过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减少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减少可能造成今后在生育方面的不利影响 使家庭更加的和睦 因此了解感染性疾病的特点 重视感染性疾病的危害 掌握相关的预防措施 有助于女性朋友们远离感染性疾病 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学习 第一 女性生殖系统的自然防御机制 第二 女性感染性疾病的种类及特点 第三 主要的性传播疾病的表现 第四 生殖到感染性疾病对生育的影响 首先我们学习第一章 女性生殖系统的自然防御机制 虽然女性生殖系统常有感染的几率 但实际上女性生殖到的解剖结构 生理生化特点等都还是具有比较完善的自然防御功能 增强了对感染的防御能力 微生物也是需要突破这一层层的防线 才有机会占到上风的 所以有必要先了解女性生殖到的防御功能 第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女性的外阴 两侧大小阴唇是自然合拢 完全遮掩了阴道口和尿道口的 可以防止外界微生物的污染 第二 通过外阴口而进入阴道 由于盆底肌的作用 阴道口是闭合的 阴道的前后臂紧贴 减少外界微生物的侵入 同时 阴道分泌物中的黏蛋白可形成网状的非特异性的物理屏障 防止微生物损伤阴道上皮细胞 生理情况下 刺激素使阴道上皮增生 变厚并富含糖原 增加对病原体的抵抗力 阴道类是有多种微生物的存在 形成一个微生态平衡 其类的优势菌 阴道乳感菌可使糖原分解为乳酸 维持正常阴道的酸性环境 PH值小于4.5 多在3.8到4.4之间 移植起病原体的生长 这也被称为是阴道的致敬作用 第三 子宫颈 宫颈类口紧闭 宫颈管粘膜为分离连液的高柱状上皮所覆盖 分离大量连液形成胶洞状连液酸 为上升直到感染的机械屏障 宫颈管粘膜形成皱壁 挤涂或线凹 从而增加连膜的表面脊 连液酸内含乳铁蛋白 溶菌酶 也可以移致续颈进入子宫内膜 第四 子宫内膜 女性每月月经的来潮 则是子宫内膜的波脱 育林区妇女子宫内膜周期性的波脱 是消除胸腔感染的有力条件 此外 子宫内膜分泌液也含有乳铁蛋白 溶菌酶 清除少量进入胸腔的病原体 第五 双侧的苏卵管 苏卵管联膜上皮细胞的鲜毛 向弓腔方向摆动 以及苏卵管的蠕动 均有利于竹子病原体的侵入 苏卵管液与子宫内膜分泌物一样 含有乳铁蛋白 溶菌酶 清除偶然进入苏卵管的病原体 第六 生殖道的免疫系统 生殖道联膜如宫颈和子宫聚集 有不同数量的淋巴组织 以及闪在的淋巴细胞 包括T细胞 B细胞 室外 中性粒细胞 巨石细胞 补体 以及一些细胞因子 经在局部有重要的免疫功能 发挥抗感染的作用 但是 当上述的自然防疫功能遭到破坏 或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内原性菌群发生变化 或外原性致病菌侵入 均可以导致女性生殖系统炎症的发生